零零台湾大头条 我们看到金普聪 他昨天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说 但是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直接站起来也呛金普聪 他说根本就没有九二共事 好 这金普聪昨天的演说 那么在哈佛大学他表达了 他说马政府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上面 行诉了两岸的最佳政策 好 这个时候有人站起来呛瞎了 这个呛瞎了人 他是哈佛大学的工卫学院的教授 他叫做李敦厚 他就质疑 他说当初根本没有所谓的九二共事 他要求金普聪要把话说清楚 他质疑金普聪根本玩文字游戏 好 因为在这样的学术殿堂里面 而且还是在马英九的母校里面 那么直接对金普聪就这样的呛瞎 那么金普聪呢也回答了 他说九二共事的美 就是在于他的模糊 结果两个人就用英文存枪舌战 争辩了将近十分钟 金普聪哈佛演讲提九二共事 拿出夫妻相处做比喻 讲得偷偷是道 现场哈佛大学教授李敦厚可没同感 直接呛瞎九二共事根本不存在 两人用英文舌战 你问我答谁也不让谁 李敦厚更挑明之一 国共两党协商根本是搞黑箱 在我的心思论 你有非常正经济的 正经济了 就是没有什么 与度相关的 与二共产等的一档 会很利用 会很利用 才能持续 哈佛演讲金普冲火力抨击 蔡英文两岸政策空洞 没想到反被哈佛教授吐槽踢馆 场面不仅尴尬 一样没共事